歡迎收看狂人日誌 那個正是剛剛在紐柏林北環 成為當今世界上最速量產鋼炮之王的奧迪R23 據幸啊 這是市面上極少數有能力去撂倒AMG A45S的極限鋼炮 最讓人好奇的莫過於近期 大家對它的評價簡直是一面倒的好評 所以這也不禁讓我有了這樣的疑問 A45S當初確實帶給我非常猛爆的駕駛體驗 這車真的有辦法相抗衡嗎 但就各方面而言 它確實都像是一台非常理想 而且非常適合拿來每一天使用的高性能鋼炮 但如果我們真的把它拿來日用的話 還有那麼討喜嗎 它在紐柏林當中所創下的這個7分40秒的成績 又把我們對鋼炮的理解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 所以不免會讓人對它的運動性能有多一點的想像 哦哦哦哦有沒有直列五缸的聲浪 51公斤米真的不是蓋的 一個不小心Kickdown的那種滿力真的是會讓你嚇一跳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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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哦我的天啊 好驚人的力量啊 非常的醒腦 尤其我剛剛才經歷了一整天騎乘著我的CT125 非常慢节奏的一段拍摄 突然来一个这个真的是受不了 内装也是这一代的A3 另外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 当然它依然不是走那种很乖张的路线 可是它真的很简洁 线条很自信 而且科技感的拿捏还是很高明 以一般道路行驶来讲 低速的时候你可能又会有一点受不了它的路感 可是真的多补一点油门 这个power真的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它的油门 相较于比较rub一点的A45 这台车至少显得比较斯文一些 不过那也是仅止于表象 毕竟这个扭力真的还是挺野蛮的 而且老实说 当你在约莫两三千转 在适去cruising的时候 这升浪真的是很恰到好处 不多不少 又可以适时的勾起 想要有一点性能味的欲望 总归audi在调教这件事情上还是很有它的坚持 跟capability 它可以做到很厉害的事情 它可以把车的脾气演示得很好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 刚才在市区小开了一小段的dynamic模式 结果现在跳了一个引擎启动系统故障的灯号 我甚至还没有进行到真正的试驾 只是要试着开车回家而已 这不是一台才跑2713公里的车吗 这样的品质对吗 audi what 撇开这些很让我担心 是不是等一下起火了之后 明天早上就发不起来的故障灯之外 另外一个让我有点在意的 就是这个变速箱 它的一档总是有非常多的声响顿挫 然后一升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齿轮很硬碰硬的感觉 我发誓我刚才真的只有去电影院看了一场Top Gun而已 我真的没有偷偷带它去参加什么地下飙车 或者是在山路上用力的Rolling它 通通都没有 难道它连市区都撑不住吗 经过了一整晚的等待 我现在就要来看看到底这台车 纽柏林最速的量产钢炮 它到底回复了正常呗 各位观众 oh no what 好啦往好处想啊至少它只是坏了预警刹车 不能使用ACC车距那些 希望今天的试驾什么事都不要发生 当然啦说到奥迪啊 我就不得不来找这位跟奥迪之间非常有渊源 也非常了解奥迪的好朋友 看到没有你会更有钱的fit 它完全愁云彩雾这怎么一回事 我真的感觉到浓浓的父爱耶 这不是浓浓的父爱 这是浓浓的父债 我跟你讲 生女儿就是你唯一有机会抱着别人的老婆 而且你老婆都不会生气 那怎么样你要带我们进去还是跟我去试试看 我已经说过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再开奥迪的车 奥迪这间公司在台湾很厉害 因为我觉得产品本身是五股 经营的公司有问题 他们是一间XXXX的公司 他至于为什么会这么气愤 我现在还不能说 但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 为什么他这么XXX 而且为什么我刚刚一看到RF3 我就要一直去检查 他的每一块板件是不是原装的 奥迪的每一台车都有可能会选配合什么 比碳纤维车门还掉 然后原厂会跟你说这是正常的 你的意思是他借我一台试程车 然后跳这么多故障灯也是正常的 也是正常的 他还跟你说 即使才2700公里 他真的跟我说没差 我之前有试过一台SQ7 也是拿到车上面灯全亮 而且他那个更危险的是 转一转他的动力方法是时效 整个方法转过去 他还说你就先这样开就好了 超级无敌危险 就是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件要紧的事 我马上帮你处理 你就先开嘛有差吗 这就是他们处理的态度 虽然我真的很想好好的去感受这台车 跟A45之间性能操控表现上的差别 或者是他到底在一般通勤的时候 适不适合 可是从我们昨天取车到现在 种种的迹象 都让人很难放心 而且是放胆的去驾驶他 先不讲那些让人很匪夷所思的 驾驶辅助功能的故障灯 或者是引擎启动系统方面的状况 毕竟他还没有真的造成我们行驶上的困扰 可是一声二挡的时候 他的顿挫 让人有一点害怕的震动 都让人没有办法有足够的信心 去好好地感受他 不敢相信啊 我们等了这么久 期待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好的试驾内容 可是我现在连开他的勇气都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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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